好消息真是接二連三 早前K11把7樓變成Pack Garden 可以讓小狗在草地上散步 而在10月13日開始 星江大道亦實施寵物共享公園的試驗計劃 為期三個月到明年1月12日 所以希望各位狗主放狗之餘 記得要拖城和清理大小異變 希望過了這次驗期之後 可以變成永遠的寵物共享公園 這麼大件盛事 所以我們決定今天10月14日 Happy Friday 下班就馬上泡便宜和咖啡去K11吃飯 順便去星江大道散步 K11我們早前已經介紹過兩間寵物友善的餐廳 它的連結我會放在這條影片的描述 今天我們會介紹第三間中餐廳 K11有自己的停車場 星期五六日公眾假期要$41一個小時 星期五消費滿$500就可以免費拍兩小時 狗仔就是坐門口這個專屬的位置 只有一個位置 所以一定要預早預約 記得要控制著狗仔乖乖地坐這個範圍 不要跳出去 首先我們去七樓的Pet Garden 下一站星江大道 下一站星江大道 我們要看出日子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 記得寵物共享公園 來到這裡便完結了 地上有條線會寫著 這樣窄界可以不要超越這條街 超越就要抱起或者下車 你看著手掌 中間就是這裡了 再走前一點 就有個牌寫著請麥葵犬入內 沿路也有很清晰的指印 今天的短片來到這裡已經結束了 希望你們可以給個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Bye Bye